大家好 我是健康管理師李曉 冬季天氣寒冷 過度鍛煉容易干擾筋骨耗散驚氣 上了年紀的朋友要注意 在這個時候不能劇烈運動 以免心血管強烈收縮擴張變化 引發意外 但是冬天我們仍要好好養肾 那有什麼不用劇烈運動 但卻又能養肾的法子嗎 今天給大家分享一個 簡單又有效的養肾方法 不跑不跳 居家就能練 關鍵是非常的容易堅持 非常好學 這個方法就是搓骨道 什麼叫做搓骨道呢 其實古人說話非常的含蓄 他們把排便的地方叫做骨道 是無骨殘渣的瀉道 也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鋼文 那麼搓骨道呢 其實就是提鋼 但大家可別小看搓骨道這個動作 活到了141歲的藥王孫思淼 就極力推崇他 孫思淼認為鋼門位於人體 督脈之上 而督脈為陽脈之海 長桌骨道有助於調節 前身駐陽晶氣血 無獨有偶 古代皇帝當中最高壽的乾隆皇帝 也常練習這個方法 督脈是一條重要的氣血運行通道 這個脈呢 起於會因 往後穿過鋼門直達背部頭頂 鋼門就像是督脈上的一個小溝 如果不把這個溝填平 神氣就過不去 那麼搓骨道正好就填平了這個窟窿 當你提鋼的時候 這個窟窿就閉合了 神氣就會源源不斷的產生 說了這麼多 搓骨道到底該怎麼做呢 它的方法很簡單也很方便 你坐著站著躺著隨時都能練一把 我們看怎麼坐著練 雙腿分開 坐在椅子的邊緣處 不要坐實坐滿了 全身放鬆 然後把臀部和大腿用力的夾緊 配合吸氣 肛門向上提 然後放鬆 一提一鬆 反似進行 10到20次為一組 每次你可以連續練習3到5組 當你看電視懶得起身運動的時候 這樣坐著就把提鋼練了 一舉兩得 那當你看著你對面同事 正在一本正經的訪案工作的時候 也許他正在悄悄的練習 湊骨道呢 你還可以站著練習 站立 雙腳的內側和我們的夜窩同寬 雙手交叉放置在小腹之前 然後提鋼向上 停留5秒鐘 放鬆 接著再往上提 一鬆一提為一次 提的時候吸氣 鬆的時候呼氣 就這樣反复進行 10到20次為一組 只要有空站著沒事就可以練上一兩組 當你站在路上等車的時候 可以悄悄的來上一組 順便也能夠打發無聊的時間 當你工作累了 站起來伸個懶腰的時候 順便也可以做上一組提鋼 這樣呢 在我們空餘的碎片的時間當中 就把身體給練好了 當你躺著的時候也能練 躺下把雙腿分開 把臀部提高 離開床面 全身放鬆 注意力集中在肛門處 吸氣時向上提肛 同時收縮腹部 臀部和盆底肌 呼氣時放鬆 落下 也是10到20個為一組 當你晚上躺在床上的時候 如果睡不著 不要焦慮 直接來上一組 就當是睡前的預熱了 當你早上醒來之後 還不想起床的時候 也可以這樣躺著 練習一組提鋼 這樣呢 利用我們碎片化的時間 慢慢的就把身體練好了 當你練熟練之後呢 隨時隨地都可以進行 需要注意一點 就是我們吸氣的時候 要稍微用力 提鋼同時 連同會音一起上提 停留5秒 呼氣的時候 再一起放鬆 好 吸氣 小腹收緊 提鋼 收縮會音 呼氣 一起放鬆 輕輕落下 這個動作能夠刺激到會音血 會音血是任脈 督脈和充脈三脈交會的地方 有利於補腎 此外呢 搓骨刀還可以活血換瘀 經常做可以提陽氣 通筋活絡 像這個小運動 它能夠促進我們 臀部和腹部的血液循環 增強腸道蠕動的速度 非常有助於順利的排便 比如說一些氣虛的朋友 排便非常困難 就需要經常提一提了 冬天需要我們的身體 藏腎經和護經 那經常提鋼 可以刺激到任脈 增強腎起 顧腎經 提鋼運動需要配合呼吸 對於腰部和小腹的部位 也是一種鍛鍊 能夠幫助喬化我們腰腹的力量 走路也不太容易摔倒了 這個動作雖然小 但是它可比很多的大運動都要有用 要不要試試呢 好了 本期的內容就到這裡 感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大家